带爱犬或爱猫到动物医院打疫苗 对住在市区的民众而言或许相当轻松 但对山区民众而言可是一件苦差事 为了要让市主能够更方便的为宠物施打狂犬病疫苗 屯山社区今天也邀请洞宝处下乡来服务 透过镜头带你一起来看看 被主人紧紧抱着安抚 小狗浑身发抖 充满不安 原来是要打针了 这里是淡水屯山里办公室 今天洞宝处兽医特地下乡来服务 就是希望能够让偏向的市主 能够便利的为宠物施打狂犬病疫苗 因为淡水屯我们的所在偏偏 而且这边的户地比较大 人口比较少 几乎每一家都有养狗 至少至少都要有养一只两只 所以猫跟狗很多 那我们又住的比较偏僻 你说有时候要叫他们带去 哪里集中来打的话 几乎是很少人会去 那我们里长就是凭着一个服务的精神 就是说请单位 就是洞宝处派单位来这边帮旅民服务 屯山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国立青表示 社区居民大部分家里都有饲养宠物 以往要跑一趟动物医院 可是近半个小时的路程 加上社区居民养的多是大型犬 往返一趟市区真的是舟车劳顿 能够请洞宝处下乡来服务 不少市族也都觉得很方便 有啊 很方便啊 对啊 没有没有 还要迁到那个里面 那个卫生索器那边才不方便 这样很方便 所以这样打针很好啊 然后才有住金片 大部分乡下的人都没有住金片 到动物医院里面 这里附近有动物医院吗 没有啦 淡水 对啊 跑淡水啦 像我们在尿尿都不乖 他也不可以坐车子 也不敢啊 不敢坐车子 狂犬病的疫情在台湾 最早是在野生的幼幻上发现 而山区放养的家犬 最容易因为接触野生动物 而遭到感染 屯山社区也希望 借由兽医下乡施打疫苗 帮家里的宠物 做好防疫的工作 杜绝狂犬病的发生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报告 杜绝犬病的发生